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聽神宗課 《經歷基督的真神》 今天是3月7號 題目是《放棄世界》 全心節在約翰一書二章15至16節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甘心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馬丁參加了報道會已經有幾個星期了 在某個週末報道會結束的時候 傳導人朗欣在收到的缺字卡裏面 因此發言馬丁表示希望受洗 於是,星期一的晚上他來到馬丁的家裡 身為一個稱職的傳導人 朗欣帶著馬丁將領針若然一一讀一次 確保他知道加入這個教會代表的意義 當他唸到第三條的時候 頭一句是 我已經放棄世界及罪惡的道路 馬丁遲疑了 朗欣心想 糟了,他生命中一定有些什麼是他不願意面對的事 我對這一條可能沒辦法接受 馬丁質疑地說 這樣讓朗欣繃緊起來 害怕會出現一個最壞的情況 因為我怎麼可以放棄這個世界 耶穌基督可視為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馬丁這樣問 馬丁的問題問得非常之好 事實上基督徒所謂放棄這個世界 指的並不是住在這個世上的人 今日全神節經文所指的 一是熟世的心態 這種心態不跟隨 我們就永遠處於同造物主作對的狀態 其二是針對罪所造成的苦難 這個從人類墮落 和上帝的恩典隔離之後 就如影隨形地跟隨著我們的 耶穌在傳導的過程中 親眼看到人類遭受這樣的痛苦 折磨 一定是感到心如刀割 身為一個本質就是愛的造物主 他怎有可能認同罪所帶來的毀滅性後果呢 而誰又能夠接受 將上帝的兒子釘上十字架的 那種熟世的心態 征護這個世界和征護熟世的心態 是兩件事 在赫世馬利園的時候 想到要承擔我們的罪所造成的後果 耶穌的心裡其實很掙扎 倘若可行 求你叫這個杯離開我 耶穌這樣祈禱 但是不過過了數個小時之後 耶穌的心裡已經滿日著那些 即將要將他釘上十字架之人的憐 父啊 赫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造的他們不曉得 站在十字架之下 見到這樣不可思議的愛 我們為他的犧牲傷心流淚的同時 心裡怎會不痛恨導致這一切發生的事物 痛恨世界指的就是這件事 因此 當我們愛上各位為我們寫命的上帝 我們的心會漸漸變得像祂 自然而然會想接近世上 還未認識耶穌的其他罪人 今天的神中課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明天繼續收聽 歡迎大家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